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重要信息在那里面的 第一 为何到现在都未立法会开到会 如果按照欧乐轻所说 应该是去到12点都开不了会 我相信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那些住在安全房子的立法会议员 即是那群土共 不知怎样清晰出来 因为我相信 他们要清晰出来 就没可能是那一架AM车的 你找到AM车或者警车 一清晰出来一出现 第一 你那个安全房子的位置就会被捕 第二 就是这么大盘车一出现 我相信最后结果就是 市中心的交通大混乱 因为肯定大家一定会千方百计 这班人 即是如果今早早回来的 那些好像梁美芬那些 我相信他是 有办法 他总之就是 他好彩或者他不需要住安全屋 他自己有自信 他才是这样的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公布了 在宪布里登了的部分 压法会议员的住址 因为压法会议员 你要出来选的嘛 选当时的公告 宪布公告是要登了他的住址 他会出自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的 你不可以说这个是私人资料 不行的 那 市民想自己怎样 你自己怎样 但我相信 因为现在是安全屋 他没有办法用港帖 运人出去 甚至我怀疑 安全屋的位置 就在观塘线 因为现在观塘线是 其中一个重要热点 在这个 所谓的 乘搭地铁牛河的 运动里面 不合作运动里面 这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 这个是第一 但是现在就是 英国的政府 大家知道他们很废的 不用说了 但是废还废 现在他们受的余颜压力是很大的 其中一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我稍后我会在文字上分析的 这个是 这个叫做Foreign Policy 这个网站 登了一篇文章 就是 有示威者揮舞英国国旗 米字旗的画面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太吴时报本身是 代表了英国精英阶层的观点 你再加上daily telegraph 那个观点 你可以看到就是 英国政府如果再不出手 不单是香港人离弃他 是英国的舆论 甚至英国的精英都怀疑 究竟Brisid之后 英国还有没有能力去领导世界呢 特别你要留意这件事 特朗普的回应 并不是说 你自己跟北京谈饱他 他不是 他是给一个credit 给香港的示威者 而另一方面 他其实呢 也都很贯彻一个 特朗普 特朗普在 他在台湾问题上的取态 他在台湾问题怎么做呢 很简单的 他就是国会员做的 他是签纸的 所以你北京是出他不账的 这个是玩得很高招的 所以 这个可以大家留意的 那当然 下午会发生什么事 我暂时不知道 但是我想相信 最早有可能是 压法会开会 都可能是 一点或者两点 甚至是 因为他要一个小时之前通知 那 我相信 那些 泛民压法会议员 一收到通知 就会通报全世界 大家就知道有什么事 所以下午就密切留意 那如果下午有什么重大事态 我会再更新的 我昨天也有这么说 但是昨天 完全做不及 因为我自己的精神做不及 你今晚我今早 出的文章的数目 比平日多很多 OK 如果再有事态 我再更新 大家 先说到这里为止